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手上拿的 就是之前你说准备带去浇油的泡泡机 好 我们先一起试试 确实很有趣 不过 你是不是玩得有些太精心了 还没发现吗 你看我这里 被你弄得势力大片 所以 现在你是不是应该放下泡泡机 先来帮我处理一下 可以再往下一点 我感觉 好像有些泡泡水 已经顺着灵口流进去了 要不要我再揭开几颗口子 让你方便一些 交给你吗 好 那我不懂 等你帮我擦干净 怎么突然停下了 我并不是觉得难受 只是 泡泡水会比较粘 可能需要你多弄几遍 还是没办法吗 看来光靠擦拭并不行 需要换一个方法 既然是你帮我弄藏的 那接下来的 你也应该负责到底吧 不过实现生命 我对干净的标准 可是很高的 在看什么 笑得那么开心 动物的科普节目 不同的鸟类是如何表达爱意的 听上就很有趣 我陪你一起看看 极乐鸟会跳舞 天鹅会用颈部去缠绕对方 大自然的确很奇妙 想来人类也是如此 会用不同的肢体语言 去传递心中的感受 说起来 你似乎还没有说过 你最喜欢我怎样 向你表达爱意 纳辰今天这个机会 我再示范几种 不同的示爱方式给你看 然后告诉我 你最喜欢哪一种 好吗 用手轻轻碰过你的脸 再用眼睛一遍又一遍地 把它记在心里 这种方式 会是你最喜欢的吗 好 我知道了 一定是爱意还不够明显 需要画一种更强烈的 这样呢 我紧紧抱着你 身体密切地贴在一起 甚至能听到我的心跳 现在的爱意 会强烈一点吗 看来这种 也不是你最心意的 那会是哪一种呢 是不是你和我一样 喜欢的 喜欢的 是最直接 而又最炙烈的 现在这个答案 就对了吧 到心里的 一整个一整可能 我现在的 、一整个一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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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ер 目的 那 怎么